這個專輯 講南區的設施 因為發展很緩和 譬如會不會改善這個香港製魚市場 去做一個類似日本捉地市場 可以被人遊覽 被人進去吃海鮮會不會好些 都好的 其實都站了很久 我想都趕了十幾年 又或者譬如增設一些水上的士 你覺得會不會方便到市民 又或者發展到旅遊設施 那些交通的船 或者你一定要比較先進一些 設備好一些 你不可以找得搬那些小船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 資格都成意 明白 其實如果開水上的士是可以的 但希望容量就多些成下 大些 專業些 那些船那些 現在華桂村沒有地鐵 是否會令市民很不方便 如果以我個人意見 全方位看 因為你建一個地鐵站不是一兩年建好 因為你的地底再加上去填海出去 我想站在一個年齡層 你年齡層 如果你老人家那些 其實對他來講未必有優惠 但你年輕一輩一定有 反而我想講一個 有沒有巴士直接去馬例 因為很多人去看醫生 老人家是很不方便運動 如果增設地鐵站會否好一些 其實會令到你們交通方便一些 當然了 問題正是起不起的 為甚麼 現在Van仔也沒有甚麼 以前有Van仔站的 現在也沒有 只是旺角而已 如果在填灣這裏增設就會方便市民 不用說了 等於沙基灣有地鐵 柴灣當然有地鐵站 即西洋湾有地鐵 西雲有地鐵 這些不用說 別人叫做電車駕賣那條路 明白明白 香港不是高鐵 建甚麼都很方便 不是甚麼大工程 只不過 它有選擇性 嚴格來說 華湖村需要地鐵幫他海宜 但他海宜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地產行動